其实我们还可以用VBA来查询 VBA部分的观念 前面也讲过类似,但难度比较高一些些 那我也把它放在这边给各位参考 基本上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要查询的是X 就是把range C2 range C2里面指的是 指的是我们查询里面的这个C2出存格 这个里面的值 先丢给一个X先存放 存放完之后的话 在切到什么呢? 切到lookup的这个工作表 所以去尺瓜糊lookup.slash 切过去 做什么事呢? 跑一个回圈 回圈范围3到10 为什么3到10呢? 因为它的切过来 资料刚好第三列到第10列 做什么呢? 去比对这个是不是相等? 如果相等了 那就把它其他的蓝通通抓回来 这个VBA的写法大概是这样 这个有没有 查如果 查什么?查A缆 等于你给的这个资料的话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有没有?这是条件的 那就把什么呢? 把我现在在lookup的B缆到D缆的资料 通通都包到什么?call down 你会发现前面比较不一样是 前面多了什么? shits的名称 因为呢 这个地方是跨了两个不同的工作表 因为两个不同工作表 所以如果你没有给工作表名称的话 它的资料呢 会转移失败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跟前面我们讲过 最大的差别是在这里 那因为这个比较困难一些些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这个来跟各位讲解 那所以请各位等一下一样 把这个查询界面 再多一个 那这个查询界面 我们叫做VBA好了 也许这个地方 直接打个VBA 好 那用VBA来查 稍微麻烦一点点 这个一样可以把它删掉 应该是用这个删掉 用那个 你不能用姓名这个 用这个好 扣一下 这个改VBA 好 那里面的话一样 就是说呢 把公式通通删掉了 好 我们不需要公式 把这些删除 留下上面一样下拉清单 当你有一个下拉清单的时候 你查询它 它帮你查过来 那一样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 我这个 这个一样把它打开 然后开发人员里面呢 VBA 这个时候那你把它打开来 我把它先缩小一下 那预设一定是没有一个模组 可以让你贴的 所以记得先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个地方就有空白了 那等一下请各位 就是Ctrl C Ctrl V 那如果有时间的话 最好可以重写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 这个从Sub头到Sub尾 复制之后 先贴过来 好 那其实做法就是 如果你要自己重新做的话 就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就是叫查询 好 然后你就把这个程式码 陆陆续续的填上去 那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试一下 我按F8好了 主航跑给各位看一下 第一个 F8的话 它会一航上跑 第一个它会把C2 里面的值放在X OK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X里面放的就002 因为我们储存格里面放的002 然后做什么呢 再切到Lookup的这个工作表 切过去 有没有发现 这一行呢 它就帮你切过来了 去帮我找 这个工作表里面的第三列 到第十列 好 它就一直找 找到了 对不对 找到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就 可以这个地方 如果 RA等于4的时候 第四列刚好找到 两个match 不过 这一行呢 你会发现有个错误 为什么错误呢 许致查询界面 VBA 特别注意哦 这个很麻烦的一点就是 你看到这个名称 跟哪个名称呢 跟我们查询界面VBA 这边的名称 看起来有没有一样 一样嘛 对不对 但是呢 实际上是不一样 为什么 其实这个很麻烦 的原因在这里 你把它点两下 Ctrl C 记得要再切回去 我复制 用复制的比较准 我把它贴上哦 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贴上 你会发现哦 跟下面有什么不一样 对 多 不是全形 半形的 他很奇怪哦 他那个名称哦 他会自动帮你在 那个什么 钱瓜湖 这个地方 多一个空白 那有多个空白 跟没多个空白 结果是怎么样 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特别是有这个 等一下程式码里面 如果你等一下发生错误的话 而且哦 2007的版本 跟2010的版本又不一样 因为我之前在2007的时候写的 2007里面 不会多空白 2010会多个空白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如果将来你遇到这样的错误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决 好 这边加个空白 那这里的话呢 他就怎么样 帮我把什么呢 把我的资料 从找到的这个里面 帮你把它拖过去 扣到哪里呢 扣到相对应的 哪一个呢 这个VVA里面的 Range C3 C4 一之类的推 所以扣过来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边完成一下 那这边 逐个扣过去 四个资料扣过去 再离开了 Is it 4 就是跳离回圈的 因为后面不会有一样的 然后呢 就帮我把这个切回去 切回去这个地方还有空白 好 帮我切回去 要不要切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呢 再修改一下 假设你今天呢 改一个004 好 那你再把这个地方 再跑一下 诶 有没有004的资料就过来了 那如果说今天007 然后你就是把它跑一下 不过在这边执行很麻烦 一般的做法怎么样 在这边增加一个按钮 然后这边查询 然后把这个查询 切上 OK 那比如说你今天 点了它 按查询 诶 资料带过来 点了它之后 查询 诶 资料都带过来 OK 不过可能后来 我本来之前 做完这个步骤之后 诶 不过同学就马上有发问说 老师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麻烦呢 应该我点完之后呢 干嘛还要再按一个查询呢 是不是最好是怎么样 你点完它之后 自动就帮你 更新就好了 多一个查询不是多一个步骤吗 诶 可是这个是好问题 但是 怎么做 尤其是你将来 如果遇到那种 向他清单了 然后呢 但是向他清单完之后呢 你希望他能够自动去 帮你执行某一段VBA的程序的时候 要该怎么做 如果你不会的话 那你点就是就是变得麻烦一点了 点完之后按查询 但是如果你会的话 诶 那就直接这个按钮就不用了 他直接点完之后 自动更新了 好 那怎么做 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因为这段程式码其实有点难度 那我是放在云端上面 记得这边 请你把这一段程式码 好 刚刚他讲的东西在后面 OK 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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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